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团队高位的人 我觉得你跟他们两口子关系应该也不错吧 你动不动就把我跟他牵扯在一起 就怕惹祸上身 还是说你现在就想我跟他一起连手撕了你 这本资料给你三天时间准备一下 魏总真的怎么让我回去上班了 看你能不能帮公司拿到这份投资 拿投资 这有什么意思 你可以选择聚员 三天之后我会转任上班 有什么指示 魏雷总 我现在正准备出发区目来说 你们市场部的约有金去面试 我不是走后忙 我是需要一点爱的鼓励 美貌与智慧病存的人女士 请加油 谢谢了 拜拜 对了 你是怎么的 我呀 我就是一个家主妇 全职主妇吗 能不做全职主妇还别做得好 女人吧 还是应该有自己的事业 老公 你还记得 你当初为什么选择我 为什么娶我吗 当然记得了 因为你身上 有烟火器 让我 愿意回家 那如果 我现在想试试出去工作 你愿意支持我吗 咱们写婚前 我只过担心 你离开这这么久了 适应不了 每位 果然像渣男店长干的事啊 上次你的朋友已经跟你说得很清楚 认错人了 怎么可能认错人啊 渣男店长的合伙人呢 那不够渣吗 不然你大青早上找青王子在干嘛 现在早上时间八点半 根据装修法规定 工作日上午八点以后是法律允许的装修时间 而且我已经跟物业说过 电梯里我也接了告示 请你复权一下我要修 再见 给我等我来啊 坐手尽量不要动 三天以后来换药 我身家十几亿 生意亏损负责 行啊 我负责 医生 麻烦你给他做个全身体检 生理到心理都沉一遍 我这个人就一个爱好 爱负责 没错 你又怎么了 没事 血光之灾 你这家医院啊 不用看 我们家厨子 什么 你这厨子吗 是啊 你不太负责吗 对啊 你把我手弄成这样 你不管我饭 你觉得我还能做饭 行 来我们餐饮 雷总 这是我最后的晚餐吗 对 吃饱了好上路 我就是好奇的 你抓到小三之后 我打算怎么办呢 还没想好 没想好 我那时候不是因为 他问了你要跟我离婚吗 我就想看到长什么样 到底有什么 不 然后呢 打算报复一下 怎么报复呢 是 恐吓 未必利用 还是 泼个硫酸 这些都犯法呀 姑娘 你该不会想把自己也拉进去吧 那至少我把精神出户 你觉得你能做得到 说你跟他什么关系 他就 他就是一个我即将离职的员工 我给他租房也是因为 为了完成对他的承诺 除此之外 我跟他没有任何的鬼 我信你个鬼呀 我跟你说你这人 你什么都好 你就是你这个性格太拧板了 你这样怎么着 你别拿那套秦大师的东西来忽悠我啊